3.5倍數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1到200單中取一個數字出來 問你這個數字是3或5的倍數的幾率怎麼算 我一直在強調幾率怎麼算 全部分支我要的 1到200單中取一個數字出來 全部有幾招有200種 我又怎麼3或5的倍數嗎 那怎麼算 麻煩你手心心把3倍數找到 3倍數怎麼找 麻煩你1到200嘛 3倍數怎麼找 你就直接把200除以3 取整數有幾個有66個 再找出5倍數 5倍數怎麼找 一樣把200抓起來除以5 取整數有幾個有40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要3或5的倍數怎麼辦 你就把3的倍數算出來有66個 5的倍數算出來有幾個 有40個 把這兩相加字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喔 錯 為什麼錯 因為可不可能有一個數字 同時是3的倍數 而且是5的倍數 可不可能 可能 也就是幾個倍數 15的倍數嘛 所以說你這時候 在算3的倍數時 有沒有算到它 有 算5的倍數時 有沒有算到它 有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15的倍數被你算幾次了 兩次了 所以說把它扣掉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15的倍數有幾個怎麼算 麻煩你把200抓起來除以15 取整數有幾個 有 13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你把扣掉幾 13是出來了 所以算出來自己 200分之幾 9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麻煩你把這邊 先把這裡把它整理一下 其實這裡喔 就是我們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加法公式 有沒有看到 把A加B去扣掉A交給B吧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喔 所以到這邊把它整理一下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題喔 他說ABC出1F 這6個字母當中 認取4個字母出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B含A或者B的機率怎麼算 我一再強調機率怎麼算 全部分支我要的 請告訴我全部幾個字母 6個字母 取幾個 取4個 所以全部是C的 6取幾 4 我有什麼 B含A或B含B的機率嗎 那怎麼算 麻煩你手先把B含A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你觀察一下 原本多少 6個當中挑4個 是全部是C的6取4 所以我已經要A 我要A 所以原本是6個當中挑4個 我已經要A了 換句話說 我只要從剩下5個當中挑幾個 3個 方法是C的5取3 數算出來了 所以算出來了 有十種這樣行不行 再來麻煩你再算B含B 這樣行不行 B含B怎麼算 因為原本是六個當中挑幾個 四個 我又要B 要 所以說我一定要B了 在一定要B的情況之下 剩下幾個 一、二、三、四、五 剩下這五個當中 再挑幾個 再挑四個嘛 再挑幾個 再挑三個嘛 所以方法是C呢 五取三 算算有七種 有十種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要B含A 或B含B嘛 所以說把B含A算出來 有十種 B含B算出來有十種 把它加起來就出來了 錯 為什麼 你觀察一下下 我是不是一定要A 對吧 一定要A剩下五個當中 挑三個嘛 挑三個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挑到BCE 可能 所以說這時候我挑到是A、B、C、E 我B含B我是一定要B 剩下五個當中挑三個 我可不可以挑到A、C、E 對吧 我挑到A、C、E搭配B來講 是不是挑到A、B、C、E 那你觀察一下 看起來這邊是挑到B、C、E 看起來這邊挑到A、C 看起來這兩種挑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看一下 我B、C搭配A是A、B、C 我A、C搭配B是不是也是A、B、C 所以說告訴我A、B、C、E A、B、C、E被我算了幾次了? 兩次了 換句話說 這時候B含A 而且B含B了 有A 而且又B了 這時候是重複算到了 所以說要把它怎樣? 你把它扣掉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算? 原本是6個當中挑4個 我B含A 而且B含B 所以說剩下幾個? 4個 我只要再挑幾個? 2個 所以就出來了 所以放了4起 4取2 行不行? 有7種? 6種 所以再扣掉幾 扣掉6 是算出來了 所以說算算是15分之14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裡也是我們加法公司的應用 好嗎? 把B含A算出來 再加上B含B算出來 再去扣掉含A 而且含B嘛 這樣行不行? 行喔 到這邊 把這裡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